嚴神專注 連續出拳 代表臺灣隊出戰奧運的臺灣拳後 林玉婷即將迎戰金牌戰 將對決二十歲的波蘭新星 賽林梅塔 只是勝負還未定 對手就在IG 限動暗風 說自己是最後一個爭奪金牌的女人 影射林玉婷性別爭議 惡劣發文讓臺灣人看不下去 要用實際行動來力挺 十年前 英哥國中拳擊教練 PO出的這段影片 林玉婷媽媽講述 當時還是小女孩的林玉婷 為了保護家人 奮力練拳 常常練到滿身傷 感動不少網友 有人就在脆上發文 希望翻譯成多國語言 讓國際看到 不少人紛紛私訊 希望原坡教練 希望能開放 遷入字幕全力 目前英文 俄文 法文 荷蘭文 傑克文 波蘭文 德日文 都已經有人認領 隨著性別議題 被波蘭選手當玩笑 醫師王茲允也分享歷史上首位 被誤判為男性的女性田徑女將 就正好來自波蘭 這位選手事後懷孕生死 卻從未得到道歉 眼看就是可能重演 先前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 也發文多次影射林玉婷的性別 也令國人氣憤不已 對臺灣選手林玉婷的個人的羞辱 以及對我們國家的不尊重 實在是讓人感到憤怒 臺灣作家李文成放火把哈利波特書籍 燒掉 表達不滿 怒嗆對霸凌者說不 看不下去我國好手受到留言壓迫 默默忍受 站出來力挺到底 要讓林玉婷知道這次金牌戰 他並不孤單 三新聞 四伯報導